还是退后场 往前快速的强攻 出界了周天成赢了 周天成顶住了压力 完成了力转啊 这是2020年的台北公开赛的第一轮 要总之小天 赢赠自己的小兄弟 吕娇红 这场比赛打的是 出能意料的焦灼 小将也是给未免冠军 吓出了一声冷憨啊 一起来看看吧 先行回来之后 看一下周天成 在战俗方面有没有调整 反拍推直线 第一局比赛上来啊 周天成的状态还是比较慢的 这个球还算是李嘉宏自己打得比较好 但是接下来的小天就迷失了自我呀 后场简单的批杀直接失误 又是十五 还有点垂龙呢 是拒绝参加 就这种捡了球的过度 小天都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 嗯 虽然也打出了一些剑彩球 比如这种 雨连发给谁 嗯 如果成 发击发的批杀也有 但是啊 分差太大 李嘉宏用一个漂亮的勾对角 拉下第一局 上来先丢一局 周天成浪呢 还是赶到意外的 不过第二局的他就彻底的爆发了 日本公开赛是在试领赛之后 因为连着嘛 今年的试领赛也在日本举行 连续的放王后 直接一个批杀 非常漂亮 只是每一战的积分 多少不一样 又是一个漂亮的放王 李嘉宏回球操王 被直接杀追身 对 我们下一个月呢 就会进行市井赛的比赛 李嘉宏这个回球质量不够好啊 小天顺势就披杀过来了 昨天才开始去用控制 欺负李嘉宏了 确实比控球两轮差距还是非常大 轮差慢慢得拉开了 如果再不领先 再不发力的话 要直接的输掉了 漂亮啊 小天手上还做了一个假动作 虽然这个假动作比起小蛋 还是不过逼真 但是控球确实是 到位率非常高了 李嘉宏这个回球太慢了 其实他这个身高 可以考虑去加速的 你不加速 小天肯定要加速了 我给你们来确认一下 客户电话之后告诉你们 当然这一战转播 我目前手上没有 等一会儿 我会给你们来联系 大家别着急 可以一直锁定我们的直播 我稍后会把客户电话 拉着之后 直接一个突击 9比9之后 周天城直接连拿了9分 认真起来的小天 真的厉害 看来第一局 就是在热身 又或者说 让球迷看个够吧 就当是一个试用场地和多加热身吧 再就是多 你看你一下后 小天又开始收了 这整体速度今天没有打得很快 周天城场上现在的连贯啊 包括他整体的速度 都没有加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状态 你看这 还是控球的优势 等对方回就不到位去突击 全部都是给周天城中场球啊 点杀一拍对角 20比13拿到居店 嗯 这根球看似很有 追射局上来 吕娇红一度取得了11比9领先 我们看看小天如何立场的 连续放了几十拍的往前 最后吕娇红还是熟了 这阵子就是拿技术欺负的呀 压一拍中午 被放网之后 吕娇红整个人都靠近往前 小天突然开后场 再接一条杀 这就非常完美了 完全打乱了你的节奏 这是放了一个滚网球 没办法了 都是被动球 漂亮了 周天城就是放网 不停的放网 其实李娇红这球展示了自己有不错的防守能力 但是还是防不住 自己的进攻还是稍微欠缺了一下 打得有点着急了 李娇红现在看似打得很具有进攻 但他这个球现在也压不下来 强行的加速 你看小天一直放好场球 李娇红都杀不出来 反而是被周天城扣杀 这球就是比赛的转折点了 其实完全不一样 这第一轮扬得这么困难 确实太累了 又是一个时候 感觉气势上就完全被小天压制了 这个球打得好 手上也是做了一个假动作 骗过了小天的 但是小天彻底打错了感觉 球速越来越快 这转球让李娇红是顶不住的 又是罚后转球 剧累了 周天城也是一个判断的失误 嗯这个时候 李娇红还是没有放弃 一直在找机会突击 这球太漂亮了 两分 我先的优势太大了 周天城20比17拿到了三个赛点 李娇红还是很拼啊 虽然对方有三个场点 还是顽强在防 反击 哦漂亮 防守的反击 李娇红还在坚持 确实这场比赛他打得非常出色了 往前的强推出界了呀 李娇红太可惜了 自己也是非常懊恼的挥拍 周天城也是一声猛虎跑响 成功晋级 这场比赛真的是太惊险了 周天也是终于顶住了压力 希望在后面的比赛 开局可不能这么浪了 来了 被冠冠冠的